老番花旗,騙徒都跑數 請問先生是不是9.9.1.2.3.4.5的機主呢? 我們有個貸款計劃,息口很低的 相信不少人都收過 這些打著花旗銀行名號的貸款電話的了 一打來就問你是不是機主,用不用借錢? 還要一星期收足5天,每天兩次的call 以為員工追數追到棄卡 但花旗告訴你,這個是個局而已 哄人給出自己的個人資料 銀行不會打call call,只call自己客 電話沒有來電顯示的,就是沒有牌貨 就算有,很多都是留的 如果花旗真的打給客人,實知是什麼三什麼小姐了 怎會問是不是機主這些老殘問題? 接下班朋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真的輕鬆很多 這些騙徒就是見時令流行銀行廣告 就用什麼名號去騙人了 還有某外資銀行私人貸款部的頭 收到自己銀行手足的call 問他借不借錢,還要說錯息口 另外,也有A銀行員工次過 收到自稱自己同事的借錢call 明知是騙人,當然是玩客他 說A銀行服務差,一早cut account 怎知道騙徒說自己都是B銀行的員工 一樣可以借錢的 最緊要,騙個人資料而已 騙徒都是人,要跑數過年關 打騙個人資料找食 犯法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